现在是8月中旬 这里是安省的一个专业苗圃的花店 今天我们来看看 朋友你好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一的频道 欢迎订阅 逛花店咱们就看到什么说什么吧 前面这一块看见没有 刚才车开出来这是什么 这是它卖土的地方 很多大的花店都会卖土和建材 你看这些这是石板铺路的 我正在花店的停车场蛮大的 在这停车场这停车场边上种了一排的绣球花 这些呢就是大叶绣球 这里是全日照一点 一点睡的一点挡的都没有 有这车的影子 这些绣球看见没有 没几朵花 这种大叶绣球Macrofile不开花 这是Zone 5 耐行5区不开花正常 专业花店也没办法 以前多次来过这个花店啊 今年头一次看见在门口摆了一排花 这是on sale吗 是特价吗 不是 这就是把这里头好花啊 都摆出来有牌子 你看看它把牌子也贴在这 然后有价钱多少钱 这个是41块9毛8都有价钱都是原价 因为今年的疫情非常严重啊 它就是降低你在花店里面的时间 你先看好了这就是这些了 就是这么好的都在这了 赶紧挑吧 这个了这个不错哈 多少钱 55块 重复一遍 这里是专业花店 有一个暗示价钱比普通花店要高30%左右 30到50 当然了普通花店很难见到这么这么多品种 或者是这么好的质量 这个金黄的柏树也漂亮 你看这颜色啊 这是它的名字 叫Amber Gold Cedar 价钱是29块9毛8 这么漂亮一个 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要真买回去的话 头一年要注意过冬的时候防风防晒 回到它的大门口转了半天 还在外头转呢 疫情期间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 最终要戴口罩 然后它还让你沿着里面的 画的箭头走 不要随便摸里的东西 洗手了吗 还有就是30分钟 你只有30分钟啊 抓紧时间 这门口有洗手液 还挺周到的 箭头在这儿往里头走 这是它一进门交钱的地方 咱们说话小点声 这刚一进来 这员工提醒我 口罩戴上 咱们接着往里走 这可能是我看到最要求最严格的花店了 不错 对所有人都安全 这边就是小树啊 小棺木啊 摆在外头 这边是温室 包括多年生活植物 它也会放在里头防晒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浇水 现在是8月中旬 这里状态最好的可能就算这些多肉植物了 即使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你看一下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看一下价钱 7块9毛8 这么大的盆子都是同样的价钱 这个挺特殊的 特别是这个边 这也是7块9毛8 这里开的最旺 就是一种美人交矮小的品种 我记得大概一个多月 两个月前 我有个朋友到这儿来买 也是这么大的 到现在它摆在院子里还在开花 也就是说它整个夏天都能花开不断 还有新花孤独 一直能开到霜冻去 还有不同的颜色 这么一大盆多少钱 这是专业花店啊 我提醒一下猜一下价钱 找最红的来看 15块9毛8 这个价钱还不错嘛 这个英文叫它Cana Lily 这个美人交啊 它就是花期长 花期艳 然后叶子也是大叶 有热带风情 所以很多人家喜欢把它 种到花盆里头买个 你可以买个大花盆 然后把它种在中心 周围再加上小花点缀 美人交是多年生的植物 它虽然不耐寒 但是你冬天可以储存 它像储存大理花一样 它底下有块长长的根 粗根 冬天的时候上冻之前 不能等到上冻以后 上冻之前 把上面砍掉 把根儿挖出来 稍微晾干一点 潮而不干 潮而不湿 潮潮呼呼的 就是整个冬天 保持有微潮的状态 到春天 你再把它种下去 第二年又是这么多的花 美人交喜欢太阳阳光充足 然后它的土壤要潮湿 在夏天种的时候 要保持潮湿 这样的话 它才长得旺 然后像你要开这么多花 要加肥 就是什么肥 就是玫瑰肥就可以 有肥以后 它才能开花不断 这个你既可以买到现成的花 你可以看到花色来买 这挺不错的 我觉得真是good deal 或者是在春天 比如说四月 在多伦多地区 四月份 Costco Home Depot 这些店都会卖它的球根 裸根 买来种下就可以 买的时候还要提醒一下 这个有高矮不同 你一定要看它成年 长得好以后的尺寸 有的很高的 一米多高 那么你需要大花盘 大的很多的空间 给它生长 像这个矮小的 很适合小花园 门房 门厅 这个美人椒布景 它的花色不同 它的叶子也有 你看这是绿色 也有暗红色的 可以选择 你看它现在是长在温室里头 也就是说 等到它开花以后 你要是一直在温室长 它可能就只长叶子 要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长让它开花以后 你可以把它搬到 稍微阴凉的地方 它能继续开花 就是有一个启动的 开车一启动 它就蹭往前走了 你让它启动起来 就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即使是室内 它这些一旦的长的花 它会慢慢的开出来 好了 这个小花店刚进门 和这个美人椒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前往搜索 十真家花店 和十真家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眼花圆域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